尊敬的最同修 最后法 大家朝上祈祥阿弥陀佛 今天我们 静静佛二 进入第二天 等一下下午 我们又做一个总结的回向 希望我们 借这个念佛的姻缘 把这个功德 回向虚空法界 回向雷杰燕亲载主 回向我们的过往的父母 家亲建树 能够蒙阿弥陀佛 建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也希望我们祈求 世界和平 澳大利亚 国泰民安 风调雨顺 也祈求 这个世界 疫情能够化解 希望一切众生 能够 获得 靠得 功德利益 这个就是我们 这一次办 精进佛二的目的 都是以 大众 而获得利益 而办的 所以过去我们 师父上人讲经当中 常常鼓励我们 要以大众为利益的 不要处处想着 就是自己的利益 不但不会获得利益 只是增加自己的贪欲 增加自己的贪婪 增加自己的欲望 最后啊 痛苦烦恼还是自己的 所以我们师父上人 这样的鼓励呢 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 我们啊 应当要效法 应当要学习 今天我们学佛 就是以阿弥陀佛的愿 阿弥陀佛的行 阿弥陀佛的心 作为我们的行使 才能够跟阿弥陀佛相依 昨天呢 已经为大家介绍 如何修行的方法 如何修行的方法 得深 净土阿弥陀佛啊 可可惜 上根少 福德少 福德少 什么意思呢 什么叫做上根少 福德少 上根少的原因 就是你半信半疑啊 你没有真的真信 今天如果我们真信啊 你早就跟阿弥陀佛在一起了 还在这个地方 是不是这个道理 昨天不是跟大家讲过了吗 我们来到这个世间 有两种人 第一个是以业力为来的 谁者业力来到这个世间 第二个是使命 使命都是佛菩萨的 承运再来的 那不一样 那大部分我们 在这个世间 都是业力再来的 你们也是 你不例外 我们不是承认再来的 你是业力再来的 所以上根少啊 你没有真信 你那个信 你没有达到一个标准 虽然我们在念阿弥陀佛 但是你没有真信 因为没有时间为大家分析 但是如果你自己去 思维 去思考 我有没有真信 像师父 常常也做这个检讨 你信佛了吗 你真信了吗 如果你真信 你还会照应吗 你还会随着自己的喜气 去处事 去处事带人去悟吗 你还会真信的 真信的人不会的 真信的人天天 每一分每一秒 在一切处 一切实 不断的 都是跟阿弥陀佛在一起的 那个心 他的行为 他的援允 他的造作 都是跟阿弥陀佛在一起的 跟诸佛福沙在一起的 那个才是真信 而这个真信 只是类似的 还没是真信 只要到西方极乐世界 你才是真信 所以 念佛说容易就容易 说难 他也是很难 什么叫做福德少呢 福德少的人 原因在哪里 不肯真修 不肯干 就是不真干 你老实听话 但是不真干 你有念佛啊 你真的 我听话 我真的 但是你没有真干 你还有断 今天念佛啊 明天不念了 今天修行 明天不修行 你真干的人 每一分 每一秒 在一切处 一切实 他真干 不断 不断地改善自己 精进 启发 自己的内心 这样才是真干嘛 所以偶一大师 说得好啊 真的 那从这个角度 我们来反省一下 我们有没有真感 我们有没有真心 我们师父上人也常讲 建道场 建道场最主要的不是以热闹 或者香火鼎盛 为长久的 不是的 建立道场最主要的 要如何来利益众生 而这个利益的最大的 第一的是什么呢 就是能不能帮助众生 往生净土 那个是为第一的 其他的 就是住缘而已的 所以建立道场不是 不是要搞人 或者要来搞明文立养的 怎么样来利益众生 而这个利益最大的 帮助一切众生 能够认识净土 让众生能够相信 这句阿弥陀佛 让众生能够相信 真的有西方解释的世界 让众生能够相信自己 我能够成就自己 我能够来成就 菩提到也将来能够 往生净土 那个才是建立道场为第一的 其他的只是徐远 祝远 像师父 师父在印尼道场 有建立几个团体 比方说 孤儿院的团体 老人院的团体 一方面我们帮助他们的生活 让他们安心读书 像这些老人能够安心的 三餐能够不用害怕 但是最主要的只有一个 也鼓励他念佛 让他了解 人生是苦的 为什么受这样的果报 没有别的 就是自己赶上来的 赶快念佛 赶快到西方解释的世界 不会再受这样的果报 这个也是为主 其他的只是办的 所以建立道场 就是这个原因 所以今天的主位同修大德 那我们今天 也没有真信 这个问题 师父也没办法为大家解答 能够解答出来的 只有自己 如果今天你真信佛 你还会发脾气吗 你还会跟人家基督吗 还说人家的坏话 还批评人家 会不会啊 不会的 信佛 就是相信佛的教会 依教佛的教会 若是在生活出事待人就 这个叫做真信 如果你依你自己的习性 能不能往生 那是不可能 靠不住 所以今天呢 我想跟大家借这个姻缘 来跟大家讲一讲 今天要讲的题目就是 如何来成就自己 这个成就自己最主要的就是念佛 往生净土为主 但是这个我们生活 事实上还要过生活呀 对不对 该上班 该赚钱 还是做一些杂物 处事 待人 觉悟 我们也不离开呀 而且在这个环境 外面的诱惑 再加上内心的 四次自立 明文立扬 而且在这个环境 不是每一件事能够一番的丰顺 而且在这个地方 也不是每一件事能够随心所欲 而且在这个世界上 很多事情不是我们称心如意的 那我们要用什么心态 那个才是重要 那要如何来成就呢 将来才能够往生西方界的世界 过去 这个清朝啊 初年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 清朝初年啊 我们知道 这个康熙皇帝 康熙呢 他的成就大约啊 谁为他建立的基础呢 后来啊 称为千古一帝哦 就是很了不起的一个皇帝啊 确实真的很了不起啊 在位61年 把整个清朝啊 改变 带动了经济 种种种的可以说在这个时候 那个时候中国那个经济最烦 最繁荣的就是在那个时候 不得了 但是他的基础 成就成就谁来为他基础的呢 就是孝川太后 孙子皇帝的母亲 孝庄太后 所以在旁边 所以在旁边有一个老师啊 比什么更重要 你看我们在西方极乐世界 为什么成就这么快 因为你天天跟阿弥陀佛在一起啊 天天跟观世音符这样 跟这些好人 周三三人聚会一处 而且每天都去 参访十方诸佛 你看 哪来不成就的道理呢 那我们在这个环境 你看 你没有老师在旁边 真的有时候 自己走偏了 自己走错了 有时候自己都不知道 你看那个 康熙有一次啊 犯了一切 很大的过失 差一点了 改朝换代 就是说 差一点亡国了 所以 经不起这种的压力 所以祈求孝庄太后 另选其他的皇子 来继任这个皇帝的国位 但是孝庄太后怎么说的呢 那个下面很重要的 孝庄太后怎么讲 她说 你想要打败别人 你不要往外面去看 你想要成就自己的事业 你首先 你要先打败你自己 我们 你想一想尊敬地追同修大德 很多人一直想要追求 像有一些居士 刚刚结分的 常常常打电话给师傅 师傅 我又想要追求 过那种幸福 快乐美满的生活 幸福美满快乐的人生 我要从哪里开始呢 很多人往往都是往外面去追求 外面的追求快乐 是不可能得到的 因为外面都是假象的 它不是真的 你真正想要追求你的幸福 只有从你的内心而追求 你才能够得到 外面的欲望 是永远不会持近的 而这个欲望 会带来烦恼的 所以我常常最近在观察 人最大的毛病 为什么会失败 比方说我们为什么 不能往生西方起的世界 为什么学佛不能得到大自在 什么原因 那个内心最大的毛病是什么 缺点弱点是什么 就是他自己的贪妄 欲望贪婪 造成了现在的情形 害多少人 自己的贪婪 自己的贪欲 搞到自己身败名利 家破人亡 害了这些 名不了身 很多人就是因为这样 所以尊敬的主义同修大德 你想一想 你没有克服你自己的贪婪 自己的贪欲 以欲望呢 你怎么能够成就呢 所以你看我们为什么众生五量节以来 没办法脱离六道轮回 因为博寻魔王知道你的弱点 明白你的弱点 用这种的方法来诱惑你 因为他最担心的 如果有一天 我们学的金钟学位 大家都往生西方极的世界 这个博寻魔王很害怕 恐惧 在他的统治下 又少了几个人 所以想尽办法来诱惑你 来干扰你 让你好好在这个六道轮回享受 受苦货面 不要让你到西方极的世界去 想尽办法来诱惑你的 找你的麻烦 找你的弱点 从这个弱点的下手 来打败你 那那个孙子兵法不是讲吗 孙子兵法讲得很清楚 你想要打败敌人 你用什么样 用敌人的弱点去诱惑他 让他心乱 没有主角 你就把他打 你会一定赢的 那今天我们要成就自己 先把自己怎么样来克服 所以很多人 尊敬的主义同修大德 我常常告诉一些同修 我们内心的魔杖 全是不是从外面来的 而从自己的望心 从自己的分别心 而从自己的执着心 全部而现出来的 跟外面是没有关系的 丝毫关系没有的 别人怎么诱惑 外面的怎么样的干扰 只要你那个内心清清楚楚的 你不会被动摇的 六主卫人大师讲得好 何其自信 本无动摇 你的自信 本来就是清净的 你怎么会被这些外面的诱惑 而干扰 那是不可能的 现在我们为什么被干扰 为什么我们没办法超越 六道轮回 为什么我们不能往生 西方起的世界 因为我们的内心 天天分分秒秒的 都是被外面的耳手干扰 而被外面的耳手诱惑 顶不住啊 所以随着业力到现在 还没办法超越六道轮回 原因就是在这个地方 那怎么办呢 那怎么办 所以我们常常讲 叫做 磨就是 降磨嘛 降磨就是降辅起先嘛 你要怎么降磨 你的内心的磨葬 什么叫做磨葬 你的磨葬是什么最大的 你的脾气 你的基督 你的称恨 种种的 这个就是你的磨葬 所以昨天 你不是跟大家讲过了吗 心里面只有阿弥陀佛 什么障碍都没有 那为什么现在障碍这么多 因为你心里只有磨葬 没有阿弥陀佛 所以很多事情 有时候 想来想去 真的 讲经讲得好还不如说得好 说得好还不如做得好 真的 所以你要怎么样来想福气心 想你的魔障 最好的方法是什么 这句阿弥陀佛 而且这句阿弥陀佛 是一句法的种式 什么样的法 最简单容易快速 就是这句阿弥陀佛 所以大家一定要好好去明白 念佛 最主要的 就是告诉我们 就是提起我们的正念 用这句阿弥陀佛 在一切处 在一切的静缘 顺言也好 逆境也罢 你能够舍舍不念 除此之外 只有这句阿弥陀佛 名号 那你的心 你的愿 你的行 你的缘语 将来你会有很大的成就 就算今生 我们不到西方极乐世界 你将来 也不会躲在山土 这个就是阿弥陀佛 名号的功德 这确实真的不可适宜的 你念念不离心 你这么好 走到哪里都是阿弥陀佛 看到一切人都是阿弥陀佛 看到一切事都是阿弥陀佛 处世代人都是阿弥陀佛 念念不离 人人却是阿弥陀佛 唯独自己是凡夫 你那个生活比任何人 更自由 更自在 更幸福 你要落实 不能凭我们的口 在念阿弥陀佛 你的心也要念 你的口跟心要一致的 你不要有口念佛 心不念佛 喊破火龙 也是一样的 你不要每天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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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遇到一些境界 啪比气了 果然念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遇到一些境界 受不了了 斤斤计较 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够成就 所以真的 修行说容易 真的容易 说难也不难 关键都是在自己 你看那个锅楼酱 多好 你看锅楼酱的行驶 睡觉 累了 睡觉 起来了 继续念佛 念佛 念累了 睡觉 天天就只这样 像这个黄达铁 黄达铁也是一样 他一天不上班 一天不工作 怎么生活 没办法生活 家里有养孩子 他有家庭 所以拼命的工作 但是你看他 一边打铁一边 念阿弥陀佛 也不会干扰 也不会去障碍我们的生活 也障碍我们的工作 只要有空 工作的时候去工作 没有工作的时候 我们念阿弥陀佛 不是很简单吗 容易吗 所以不要找借口 所以不要找借口 我忙工作忙 其实我师父常常在想 其实澳洲的人 那个生活 比很多国家的好多了 好几百倍 很多国家 你不上班 你老的靠谁 靠你自己 你年轻的时候 你要拼命赚钱 慢慢存下来 以后老的时候 我还有一笔钱养老 是不是这个样子 真的 很多国家 是是各样的 你老的时候 政府有没有这关系 你没有 你看我们在澳洲 你看这么好 两个星期 政府很听话 主动都寄给你 到你的户口了 你也不用跟他讲 也不用跟他提醒 主动就给你了 这么好 你不用担心这个事情 看医生 还有那个 还有什么 Medicare 还有简保卡 你看多好 那什么都有了 你在其他国家 很少 你有这么好的姻缘 你不好好用功 你对得起这个国家 所以师父最近 常常在想 一定要报佛恩 不然的话 真的 施主一利米 大如序米山 今生不了道 皮毛戴脚 那怎么办 今天我所穿的 吃的 用的 都是死方来的 你不好好用功 来报佛恩 来报众生恩 那这样子怎么报他 做牛做马 来还人家 这个不是残了 所以 谁供养的一些 只要有机会 尽量去布施 尽量去供养 不要去存在太多 只要有机会 我们就是这样做的 所以尊敬的 主义同修大德 在这个好的环境里面 你没办法成就自己 那真的太可惜了 要懂得应用 这个机缘 这个机会 不是每一个人 有像我们这样的 每一天拼命要赚钱 还有处理这个杂物 种种的 老了时候要上班 你看那个新加坡 你看到那个餐厅 到机场 到一些那个公共人 那个工作人员 很多一些事情 都是这样的 都是老人家在上班的 所以好好用功 好好念佛 最主要的 老实听话 今天我就 简单跟大家 做一个简单的分享 等一下下午 我们要一起来大会讲 大会讲之前 再为大家来分享 下午又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偶一大师 在弥陀经要解 有一段经文 非常的重要 希望大家 我们一起来研讨 一起来学习 在这个地方 如果讲一些不对的地方 请大家多多抱怨 多多批评 多多鼓励 祝大家身体健康 祝大家老实念佛 又是吉祥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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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